最后是螺旋 螺旋就是斜面的变形 把这个斜面缠绕在这个棍子上 就形成一个螺旋 那么在物理上说 我沿斜面往上 就是绕我的圆周转一圈 它就会上升一个螺距 就是上升一个斜面高 所以突出的纹路是螺纹 两个螺纹中间距离叫做螺距 然后我绕一圈 我绕一圈就会上升一个螺距 我绕一圈就会上升一个螺距 也可以下降 就是上下一个螺距 这是等一下公式的来源 这是等一下公式的来源 OK 那这就是阿基米德发明的排水机 不用任何的动力 对不起讲错 不用任何的电什么之类 用手摇就好了 就借着这个方法就把水往上挖上来 往上来 这样一个螺旋就把水弄上来 阿基米德做的排水机 OK 很聪明的一个构想 那有一个叫螺旋起重机 现在也很少考 知道一下就好了 我这有一个木棍长L 势力F推它绕一圈 就是一个螺旋 绕一圈会上升一个螺距 所以一样功能原理 做的功等于能量变化 那我绕一圈随时都跟我的位移平行 所以绕一圈 周长2πR 或者也是2πL 施力是F 所以做工力量成位移就是F乘以2πL 上升一个螺距 上升一个卫能 MGH 高度就是一个 D 就是螺距D 然后MG就是所谓重量W 所以把它两个写相等 然后就一向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公式 这叫做螺旋起重机 我施力要多大的公式 就长这样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功能原理就得到了 功能原理得到了 给稍微记一下 现在很少考 现在很少考 但是稍微记一下 然后这就是螺纹 螺纹 螺纹 这种螺丝到螺纹 也就是一样 也是一个斜面 然后跟阿基米的海水机的想法是一样 螺丝并一样 但有人要把这个做得更省力 又干嘛 就把它变成P 这个螺纹 你把它做成尖尖的 做成P 那这样就会变得更加省力 就会变得更省力 就会把它传进去 OK 就知道一下就好 这是课本问的问题 他说这里有两个螺纹 一个螺纹比较密 一个螺纹比较不密 请问你谁比较省力 他的答案是 你把答案背下来 考试会考 你就把它们背下来 他就要说 螺纹比较密的比较省力 这句话是错的 这句话是错的 我今天没有带来 我现在带给你们做示范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我会拿同一个鞋面 缠在两个上面 一个螺纹密 一个螺纹松 谁省力 一样省力 因为它同样一个鞋面 可是那为什么 因为中间的粗细不一样 那这里画的是 中间的粗细是一样的 粗细一样 绕一圈就是斜边长 螺纹密就是斜边高比较小 所以高长比小 所以会比较省力 可是如果你中间粗细不一样 就不是这样看 所以这句话是错的 正确的方法是要判断 你螺约跟它一圈的比值 绕一圈就是斜边长 螺约就是斜边高 是高长比的比值 才真正的表达 它是不是省力 所以我说 我下次示范给你看 有的螺纹密 而是两个一样省力 它同一个鞋面 所以这是错的 课本上的写法是错的 那个写这样的写法的前提是 中间的粗细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考试都这样考 就这样写就好了 螺纹密会比较省力 螺纹密要比较省力就可以了 OK 可以吗 可以 请写课行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